公廠 每天早上其實都大概六點會起床 然後就開始每天早上固定買菜的行程 對 那我自己一天平均 最少都要跑五到七個菜市場 衝現在多少錢 現在一天平均一百一 一百一啊 這個是本蔥嗎 還是北蔥 其實很多客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要一天跑這麼多菜市場 對我而言我會覺得說 因為每個菜市場的強項真的不一樣 是啊 整一個年頭到底還有多少廚師 會天天逛買七個市場 先別說最遠最早的是在基隆卡瑪町 光是四個鐘頭要跑遍七個早 老實已經很不簡單 況且汪尚克還要為家人做早點送孩子上學 且就是刮風下雨 也一定每天回老家一趟跟爸媽請安 對 那如果爸爸媽媽有在賣面線的時候 也會去面線攤跟他們打招呼 拜一下 每天上一趟然後就去吃到餐廳 他那邊講說 好 我要去 我要去餐廳 我去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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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心 所以現在想加倍迷糊 真要論起這個年輕廚師的與眾不同 那無非是開店時間才六年 他就連躲三年的必比登 我也是剛好在這個菜市場 準備要離開齊上斜播的時候 然後就接到一通電話 那他說他是某某新聞台的 那不知道說稍等可不可以 來跟我採訪一下 對 那個時候心裡面會覺得說 我是公司有什麼事情不合法嗎 還是我虧待員工嗎 那時候我連必比登 這三個字我都講得不清不楚 我哥說你在說什麼 你再說一次 對 我說什麼必 什麼登 師誠老台菜餐廳 由因為在江澤餐廳 歷練過好一段時日 鐵鍋裡翻騰的 哪怕每一道都是新台菜基底 也蘊藏了江澤菜身影 好比台菜種的是 爆香香料的香氣跟酒氣 汪上喝手裡的 就算三杯香芹炒牛肉也好 或者桂花紅旬也行 總之尾鍋必甩上蔥油或香油 再用萬火裂炒倒出火氣 其實以前在台灣酒家菜的時候 它是屬於一道桂花魚翅 那後面我們在做台菜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改成工具 那為什麼會叫桂花 是因為我們把那個蛋炒 炒那個蛋酥的時候 我們是用中低溫下去炒 炒到它顆粒非常的小 很像桂花 這樣炒它顏色還會比較均勻 口條好有實戰之力 汪上喝說起菜來也彷彿自己 手裡的味道曾滴有味 鹹鹹豐盈 與其說拿獎是幸運 不如說人生有十多年歲月 它其實拿了別人雙倍的時間 苦學歷練 我是熱血 就是越瘋越好 應該是說我一直都覺得說 因為以前做廚房 大家就會覺得說 就是你沒煮啦 你就沒什麼工夫啦 沒有什麼一擊之城 你才去做賭榜 確實18歲前他是真的茫然 也不懂目標跟志向 倒是國小就參加陣頭高指 還加入幫派 對 所以我只要出去 通常就是要打的 對 就是要打 你不打你就不要叫我 對 因為沒有打輸過 混到有天自己成了某場 黑道人物工具上的保鏢 還上了新聞版面 這時才經局換來的 原來不是風光跟體面 到我回到家 我就發現我怎麼 我舅舅也坐在客廳 然後親人都坐在客廳 然後我爸媽在哭 對 那個時間點 你會告訴我自己做錯什麼嗎 為什麼他們在哭 可是我的爸媽 他只告訴我一句話說 爸媽有對你不好嗎 是 爸媽的眼淚把它換回頭的 也是在決定念參與以後 他就告訴自己 人生已經荒廢18年 未來的18年 他絕對要迎頭趕上 所以參與菜鳥剛入旁實習時 即便總被發配到蒸籠區 做最累最糙的 他也從不抱怨 搬著搬著搬著 因為蒸籠很熱 然後我又要去洞鋪搬 魚翅中又很冷 就突然有一天 魚翅中搬起來 走進廚房流鼻血 一流還好 一流就流了一個多月 每天都在流 鼻血流著 苦活也就一邊坐著 但日子一天天過了 達二十卻連刀子砧板 長什麼樣子都沒碰過 因為你也想要跟同學一樣 都可以切蔥花 切辣椒 切沙拉料 你就放假的時候 你自己去菜市場買 買回家自己切 那時候我媽就說 你不要再切了 家裡想要吃蔥 對 然後那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好 我要來公司切 可是公司哪有時間讓你切 你就只能用自己的時間切 所以我們中午休息的時候 大家都去睡覺 我就自己把自己 早上買的蔥拿出來 因為你燈全部打開太明顯了 你就只能開小燈 你就一個人默默在那邊切 記得那年靠的 正是小燈下熱的發燙的靈魂吧 後來終於換得了師父 認可手把手的教 你控班繼續切的時候 你就想要更快就切到手 你不知道怎麼辦 那個時候切到手還會縮一下 就不會很大動 那時候就偷氣膠帶 年一年就繼續幹了 幹到後面 你會不知道說 為什麼我同一個傷口 可以切到三次 第三次的時候 那一塊肉掉下來 就一塊皮加肉掉下來 裡面就直接看到白色的組織 為了晶晶除季 她白天上課 晚上就到餐廳充當免費學徒 隔年鎮上油鍋 兩年後還靠自學拿到中餐以及證照 印象中那年才大二 二十歲 總是一忙起來就熱血沸騰的她 一度拼到連在上一家服務的餐廳 結婚辦婚宴 也只請了一天婚嫁 婚嫁如此 黃倫病假 幾年前她編妞忙出聖結時 甚至連手術都利用半夜下班時間 你那個時候你會覺得說 公司真的沒有你不行 對 那你要怎麼辦 所以我當天是開完到隔天 早上就去上班 到我過一個月修復洗 她一個月拔尿管 我也是早上去工作 空班去全身麻醉 然後直接去醫院把尿管拔掉 她說你要休息 你今天不能工作 我說我沒辦法 她說是殘飲也不變低薪又操勞的環境 燃其他開店的都有支吧 於是市區裡接到小館暖許的招牌燈亮了 縱使創業起頭難 她還是堅持撥五成盈利給員工 想不到電開三年內用生意才正要起步 問誰上門了 且一來就是三年 但她從未想過放無薪假 更別談資遣員工 一個便當炒起來的利潤 你會發現說怎麼只有20塊 還有一個便當做完只賺5塊8塊的 那你會不知道說 你做這樣子到底是為了什麼 那回歸頭來你只會想到說 其實我就是不想讓員工覺得 我們沒有事做 所以你必須這樣做 忘了賠錢便當賣了多久 就在錢將燒光燃眉之急 索性比比登救了她一命 且連續三年年年加持至今 只是汪尚赫反而因此口慌了 一來是生怕自己不進則退 二則因為她還肩負了 照顧員工家庭的理想搭起 因為她每天睡覺間大概只有4個小時 因為為了買菜 所以我就跟她說 我其實很怕會不會哪一天你也走了 那這個餐廳的主廚要誰來當 對啊因為這個很實在啊 而且我說你還有兩個小孩子 我說我已經幫你找好 利益族的律師跟費用 因為你已經承受過這十幾年來的 你自己覺得不公平的東西 那你既然開了一間店 你就要想辦法去做到你想要的樣子 腦子裡的藍圖經濟來說 也許不過是讓員工們 雖雖年年都安居樂業 但儘管只有這四個字 標準卻輕乎卓越 一如她的料理總在端上桌時 就算未能區域解憂 也必定點心醒神